台北幫忙 大家好 我是演藝老爹 我們今天又請到唐警官 來跟大家講一下 開車的時候在路上難免會發生事故 有沒有三件事 唐警官你覺得一定要做的 在事故之後 那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 有沒有三件事 建議大家一下 其實我們說實在的 發生交通事故你要做的事情何止三件 是喔 不止三件 我們簡單的做一個解釋好了 我最少可以舉五件事情 五件 是網路上在講的什麼衝突砲概送 非常接近 五個字 我們用五個字來做記憶 叫做放 撥 化 儀 等 那我簡單解釋一下這五個字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放 事故發生之後 要趕快到事故現場的後方 適當安全距離擺設故障警告標誌 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惡事事故 避免其他車輛 因為警示了不及再裝上車輛 就造成危險 防止惡事事故 是 所以第一個是放 記得 第二個是播 播 打行動電話 跟老婆說 都我車禍了 對 那送杯咖啡過來 不是 那是什麼 我們要打110報案電話 如果有受傷 要記住喔 這邊有區分 如果是單純處理交通事故的話 那是打110報案電話 但是如果有人受傷 還要再打119 這是一個消防專線 它是在救護傷患使用的 沒有人受傷打110 有人受傷再加打119 不是只打119 而是兩個都要打 那第三個是什麼 好 一個放 一個撥 那再來要講到畫 怎麼畫 那我們這四個車角把它畫起來 用個蠟筆或是粉筆 車子的前後左右 或是找個石頭來畫 那對方的車要畫嗎 也要畫 那拿粉筆畫 是 再來是移 移動 移動之前 如果你把這個現場都標位定位 對於趙勢生還原已經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將現場移到路邊 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就是等 等候警方前來處理就可以了 要做到這五件事 那我問一下 第四個你說移 你說移動嗎 那如果對方不給怎麼辦 是 原則上我們要分喔 移動要分喔 如果是這個事故沒有人受傷 而且損害輕微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現場做標位定位 就移到路邊去 如果你不移 會被開罰單喔 是喔 是 如果不移會被開罰單 但是另外 反過來講 如果是受傷案件 就不一樣 如果有人受傷的話 你要移動車輛 必須爭得對方當事的同意 也就是你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們才能夠移動車輛 否則的話 就要視為一個行難現場 讓他保持住行難現場 不要動他就可以了 那雙方同意就可以移 就可以移車 那同意的話 會不會他同意之後事後返回 不會啦 你這個時候 你如果擔心他會有這個情形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手機打開 錄音 錄音錄影 這個留下證據說 我們雙方都有同意 可以移動車輛到旁邊 然後不要妨礙現場 這樣就可以 所以衝脫泡 不是 是 放 播 畫 以等 五字秘訣 給大家參考一下 開車幫忙 我是Annie老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一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一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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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 下個月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